好了 那么16 16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集合算法 集合算法 OK 那么这是这个集合算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案例 就是我们的案例 那么就是说 以这个案例来来 结束我们STL的 对对啊 这个集合算法 对对 集合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注意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注意 这儿必须啊 必须是有序的啊 必须是有序的啊 这个地方啊 它是强调是有序的 但是我们好像 这个是有序的吗 怎么感觉 结果也是一样的呀 不是啊 所有集合它都写了的 你看到没有 两个集合必须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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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真意注意到这儿啊 还没真意注意到这儿 我看一下 那么BXA啊 我们来看一下 BXA看有没有影响 AXB有可能没影响 但是 这个有没有影响啊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是没啥影响的 26 没影响 没影响 行吧 这个需要去再去查一下 这个不敢确定 反正 现在我们的是无序的 79 26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 注意 那么我们在这个 刚才测试 结果测试得到 就是 13579 26啊 都都是可以的 并不是说有序的 并不是有序的 OK 好了 那这个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我们的案例啊 案例啊 目前来说啊 是无序的都可以啊 无序的都可以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综合案例啊 STL的综合案例 那么综合案例呢 大家看一看 我们写一个 写一个就是啊 就是露啊露啊 职业比赛啊 职业比赛啊 就像这个地方呢 不是说啊 不是说说非是set的东西啊 是所有啊 注意临着名 就是所有 不光是set啊 我们刚才看了 是所有都是这个啊 都是要求是有序的 但是我们结果 它并不是有序 都好使啊 OK 那这个需要再去看看啊 再去看看 好了 那这个这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综合案例啊 我们综合案例 那么综合案例呢 是一个演讲比赛啊 你可以是看成演讲比赛 也可以看成露啊露啊 对战平台 对就是啊 比赛啊 比如说 某市举行演讲比赛啊 叫Speech Contest啊 注意 24个人参加比赛啊 24个人参加比赛啊 共分为三轮啊 共分为三轮啊 那么 第一轮和前两轮呢 淘汰赛 第三轮呢 为决赛啊 为决赛啊 有点注意 那么比赛方式是分组比赛 每六组 每组六人啊 每组六人 每组六人 24人 每组六人 就四组对吧 四组啊 每组六人 每组选手都要随机分组啊 每每选手每次都要随机分组啊 选手每次都要随机分组啊 每次 比如说 每次都要随机分组进行比赛 比如说第一轮分为四组 每组六人啊 比如说编号为100到123 整体抽签 抽签后演讲 当小组演讲完过后 淘汰组类 排名最后的三名选手 那么 剩下的三名呢 继续啊 就是淘汰最后的三名选手 然后继续下一组小组比赛 啊 进行下一组小组比赛啊 就说 说白了 就是什么呢 24个人 每组六人分为四组啊 就分为四组 分为四组 那么四个人呢 先是四个队 四个队吧 那接下来比赛的时候呢 要淘汰后三名 也就是淘汰后三名 淘汰后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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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三名 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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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多少 总共也就是什么呢 12名选手 也就是淘汰了一半 那这就叫什么呢 好 那么淘汰一半 只剩24啊 24啊 进12了啊 24进12了啊 就24名选手了 淘汰了一半 看到没有 淘汰一半 好 这是第一轮 第二轮呢 注意啊 第二轮就分为两组 为什么分为两组 因为他只有12人 每组六人 那么重新分组 重新打乱 重新打乱比赛 那比赛的时候 淘汰每组的后三名选手 然后进行下组比赛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只有两组 那么两组淘汰后三位 淘汰后三位 那就这第二轮呢 就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六名选手 也就是说啊 现在从24啊 进多少了 12 再定了 进六强啊 进六强 那进完六强过后呢 这时候最后一轮呢 就剩下一组 一组了 为决赛 为一组为决赛 选出前三名 选出前三名 意料注意啊 选出前三名 也就是说啊 24进12 进六啊 进三啊 进三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么就是这个规则啊 那么比赛的分数 一定要注意啊 比赛评分是由十个评委打分 这是我们前面写过的啊 十个评委打分 去掉最高分 去掉最低分 求平均分 来得到每个选手 那么该选手呢 最终啊 最终要去掉一个最高分 最低分啊 啊 求得剩下八个成绩的平均成绩啊 啊 平均成绩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啊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比赛啊 这个比赛 那么大家能明白这个比赛的流程不啊 就说吧 就24个人 24个人呢 每组6人 那么进行第一轮比赛 那么第一轮比赛啊 淘汰 每组淘汰3人过后呢 剩下12人 进行第二轮比赛 那么第二轮比赛就分为两组 反正每组都是6人 那么第二轮呢 比赛的时候啊 就会再淘汰3名呢 就剩下6名比赛 6名选手 进行最后一次比赛啊 最后一次比赛 也就是说总共24个人 经历三轮比赛啊 有的呢 有的人运气差啊 有可能就经历一轮 有的运气好了 经历两轮 有的特别厉害了 就经历三轮比赛啊 经历三轮比赛 那么最终这个啊 最终得出前3名 那么使用S2编程 求解问题 第一个 请打印出所有选手的编号和名 参赛号 打印出所有选手的姓名 还有了参赛编号 参赛编号 就是说啊 要有24个选手 那么必须把这24个选手的 干嘛呢 选手放好啊 放好他的他的他的名字啊 以及他的参赛号 参赛的编号啊 参赛的编号 因为最终呢 我们要通过编号去去打乱排序的啊 比参赛号进行升降升序排列啊 那每打印每轮比赛后 小终比赛成绩和小终的晋级名单啊 就每一组啊 比赛完了过后呢 我们应该把当前这个组的比赛成绩打印出来 以及呢 晋级的名单打印出来 比如说啊 当前这一组啊 每个人是成绩是多少 以及呢 哪些人晋级了 哪些人晋级了 OK啊 注意 那么需求实现啊 产生24名选手呢 24名选手 我可以用AB到X 选手A选手B选手C啊 这是这个 那么这个选手有什么呢 有姓名 有姓名 有得分啊 得分 还有呢 有什么 选手编号 应该有姓名 得分 选手编号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每个选手应该都有姓名和得分吧 选手编号呢 我们一会儿再说 对不对 第一轮选手抽签 选手比赛 查看比赛结果 第二轮选手抽签 选手抽签啊 选手比赛 查看比赛结果 对不对 OK啊 这是这个啊 这是这个 OK 那么第三轮啊 也是这样的 第三轮也是什么 也是什么呢 就是选手抽签 选手比赛啊 选手抽签啊 选手比赛 干嘛呢 干嘛呢 对干嘛呢 就是对我们的什么呢 对查看结果啊 实现思路是什么呢 需要把选手信息啊 和选手得分信息 选手的比赛抽签信息 选手的竞技名单信息 保存在容器中 保存在容器中 这个要注意 选手的信息 用什么呢 person 结构体 speaker 用Pskpeaker表示 那选手的得分信息呢 也可以放到speaker里面 因为选手有姓名和分数嘛 那么选手的抽签信息的话 抽签的话 我说了 抽签一般是发到 vick的容器中 只对他编号抽签 那选手的晋级信息 晋级 比如说某位选手晋级了 我们真的在乎这个选手 哪个选手名字晋级吗 一般我们在乎的是 这个选手的编号晋级 只要告诉我 哪个编号晋级了 就OK了 哪个编号晋级就OK了 是不是 OK啊 是哪个编号晋级就OK了 好 那么需要设计到各个容器类型 选手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speaker 就是我们的person也可以 选择设计一个类 叫speaker 演讲者 那么他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计他的数据 有姓名和得分 姓名呢 我们用时春论就搞定就行了 但是得分一定要注意 得分这很讲究 得分很讲究 为什么呢 咱们要进行三场比赛 有的人运气好 会不会有三个得分 伙伴们想想 有三场比赛 有的人运气好 有三场 有三个成 有三个得分 第一场的得分 第二场得分 第三场的得分 所以我们得分设计到 有可能会设计一个数组 设计一个数组来存放得分 还有所有选手的编号 可以单独放到vector里面 放到vector 我们说 一般编号和人员信息是分开的 比如说 抽签的时候 我们可以干嘛呢 对vector打乱信息就行了 做抽签用 那么所有的编号和选手 要关联起来 怎么关联呢 用Map容器 Map容器怎么关联 看到没有 Map容器就可以干嘛呢 这是选手编号 这是选手 那么这样一段一段的 存到Map容器中 这是不是关联起来 比如说101 就是Speaker 101 102 就是Speaker 102 103 Speaker 103 这样是不是把 编号和选手 是不是关联起来了 对吧 通过Map容器关联 也只有Map容器具备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Speaker Speaker OK 就这个 然后所有选手的编号 所有选手的编号名单 可以放到Vector V1中 比如说第一轮比赛 放到V1中 放到V1中 那么在V1中 有24个人的编号 24个人的编号 但是通过第一轮比赛过后 就会有竞技名单 竞技名单 它只有什么12位 12位 那可以放到V2中 那么第一轮 你看第一轮的竞技名单 我就可以放到哪 放到我们V2中 那么第二轮参赛比赛的时候 是不是竞技名单去参加比赛 是不是这12个人去参加比赛 那12个人参加比赛 那么淘汰后三名 淘汰后三名的话 就得到是六名 六名呢 我可以竞技名单 放到我们的V3里面 然后最后决赛的时候 是不是竞技名单去参加什么呢 参加我们的决赛 最后产生前三名 对不对 OK啊 OK 好了 那么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过后呢 一定要注意 每个小组比赛得分 从大到小排去 因为我们要 每个小组 不管是什么小组 只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只要参加比赛 每个小组六人参加比赛 那么比赛过后呢 每个人都有成绩 那么比赛成绩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一般选择mute map去设计 为什么 因为六个人 那么我要把成绩和编号 对应起来 编号 那么成绩和编号 比如说这是六个人 一定要注意 这是六个人 六个人 一定要注意 六个人 那么六个人 他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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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的成 我们是要按照成绩大小排序 因为我们要干掉后三位 我们要干掉后三位 说成绩呢 放到k值的位置 因为k值可以自动排序 这又省好的事 所以说我们一般 把成绩放到k值的位置 因为我们的map东西 它会根据k值这种排序 但是他光知道成绩不行 我还要知道对应的编号 到底谁的成绩排序 对吧 哪个人的成绩排序 OK 那么为什么要用mute map呢 因为成绩呢 有可能重复 比如说这个人90分 这个人80分 那这个呢 有可能也是90分 而我们是把成绩作为k值 那么就必然造成了 k值肯定要重复 因为在打分的过程中 肯定有重复的情况 那么重复无所谓啊 因为我们用mute set去存放 这个简单说一下 OK 好了 那么这是整个啊 整个啊 整个这个 这个干嘛呢 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啊 整个一个概述啊 概述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说了